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义政经营 我们今天继续带来黄金白云约的每日交易指南 今天是2023年的9月28号 也是我们国内国庆节 中秋节放假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那么在这里祝大家中秋团圆 节日快乐 希望大家在回家路上顺顺利利 相信今天大家大部分都在回家的路上 所以今天节目我们会快速的过一下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有哪些重要的数据和事件 那么今天晚上在8点30分 会有一批老朋友的数据 那就是国9月23日当周的初请失业金人数 那么今天晚上这个数据的预判是好一点 就是21.5万 那这个数据如果说公布是21.5万 会对美元产生一定的打压 但是最近大家注意市场的波动 不以这个数据为准则 反而很多的去参考美债 因为美债不断的在上涨 美债收益率在不断的上涨 同时还有第二季度实际GDP的化季中值 还有个人实际消费支出的G率中值 还有核心PCE物价指数年化率的一个中值 特别是这个核心物价指数年率 我们看到市场预测是没有变的 那就表示了这个物价 或者说这个通胀 没有加速的反弹 这也是一个好事 很可能在这个数据公布以后 如果是真的是37% 如果真的是3.7% 那就表示了这个通胀 没有很明确的反弹 因为他那么这个美元 今天晚上很可能有一个回调 请注意只是一个回调 还不是一个大跌 或者还不是一个转折 另外在这个10点钟会有 美国8月份的成功不销售 月率指数 还有这个22点30分公布的 EIA的天然气库存 那么这些都是值得关注一下 但是对实际的交易 影响不是很高 所以重点的时间节点 还是在8点30分 下面看一下数据 那么市场投资情绪 我们继续看一下 那么美元指数了 看涨情绪是30.76% 看跌情绪是69.24% 可以看到这个数据比昨天了 稍微出现一点缓和 昨天这个看涨指数是20%多 对吧 你现在已经扩展到30% 可以看到这个美元 这一波的上涨已经逐渐了 有一批的机构了开始动摇 觉得说这个美元再往上涨的话 可能会遇到一个压力了 所以我们要多多关注 这个情绪的一个变化 我们看一下这个黄金 黄金看涨的情绪 是79.71% 看跌情绪是20.29% 可以看到这个黄金 普遍还是偏空为主 散户还是非常强烈的想去抄底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黄金很难有大涨 不然说它没有反弹 但是它没有大涨 什么情况下 这个黄金会出现一个大涨呢 相信你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话 应该知道 当这个黄金的市场投机情绪 去到50% 50%的时候 有一个摇摆的时候 就很可能是一次转折 也很可能是一次加速的下跌 虽然这个情绪的变化 也是非常值得参考的 如果说你关注我们 益政经营的节目 可以看到 这个市场投机情绪 已经指导了我们很长时间的一个方向 都是对的 所以这个市场投情绪 如果说你不会 可以加我们的会员 我们会有详细的一个讲解 类似于市场情绪 这一类有助于我们投资的辅助类的工具 我们也会在会员当中 不断的给大家去做一个推荐 下面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基本面 首先今天晚上的鲍威尔主席将会登场 但是登场的时间 相对于我们国内而言是比较晚的 是在周五凌晨的4点 也就是说你在睡觉的时候 他在讲这个话 那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鲍威尔 他重不重要 首先鲍威尔将于北京时间周五的凌晨4点 参加一场教育行业的会议 请注意这是一个教育行业的会议 也就是说他不会怎么样 宣兵夺主 不可能在这个教育行业里面去回答 类似一种加息乱七八糟这种事情 对吧 可能会提一嘴 但是不会深度的讲解 会回答现场观众和线上参与者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会议它是有个定调的 对吧 你不是一个经济型的会议 你不是一个讨论美联储职能的一个会议 你是一个教育行业的会议 所以这一个线上的参与者的问题 以及观众的答疑 我们认为涉及类似加息这种问题 不会特别的多 所以今晚上这个鲍威尔主席讲话内容 其实不是很重要 你就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睡觉就可以了 另外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国债市场周三是进一步的大举抛售 这个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一举突破了4.6% 这也是昨天晚上这个原油疯狂上涨很根本的一个原因 也是这个美元不断上涨一个原因 这三者现在都是挂钩在一起的 这个美债收益率不断上涨 美元也上涨 然后原油也上涨 所以三者的一个关系最近是比较微妙 很多以前觉得说美元上涨 原油要跌的 基本上去做这个原油都是吃亏的 所以近期去看 什么情况下他们不同步了 这个结构打破了 比如说美元上涨 这个原油真的下跌了 两者不同步了 那就表示原油真的是到顶了 这种关系没有打破的话 那很难看到 他们三者之间到顶的一个信号 也就是说现在市场的集体做一个发力 对吧 这种发力的结构 或者是市场的氛围情绪 以及这种合力没有被打破的话 他们很难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所以当前这个趋势 它可以有回调 但是整体的方向应该变化不是很大 那么最近这三个品种的关系 相信大家也是比较头疼的 首先我们要注意一个点 这个美元上涨 对于美国而言有没有好处 当然是有的 因为美元上涨会提升美元的购买力 美元上涨会打压其他国家的货币 让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 从而提升美元的购买力 以前我10美元能买一斤的东西 那么我现在10美元 可以买1.5斤的一个东西 那是不是购买力就强了 有助于让美国的通胀降下来 所以美元的上涨 也是降通胀的一个方向 按照正常逻辑是美元上涨 原油下跌 但是近期美元和原油是同步上涨 他们同步是因为有一个关联 就是他们共同会有一个通胀的影响 油价上涨 那么就意味着通胀会上涨 那么美元就不可能降息 所以美元也就会上涨 而美元上涨 也就说明未来通胀反弹的预期加强 因为大家觉得说很难去降息了 所以才不断去持有这个美元 所以他们会出现一个同步 这是当下的一个关系 下面看一下这个第二点 就是各国的货币开始出现一个贬值 我们看到这个随着美元指数 进一步的刷新新高 我们看到这个美元已经涨了多少 涨了11周12周 连续一排的这种阳线 非常的强势 那么这个美元一旦强势 就会使得各国的货币出现大幅的贬值 像这个日元 对吧 那么现在亚洲地区已经行动起来 这也是我们昨天节目的观点 你看这个印尼央行 周三已经表示保持市场合约 以支撑这个印尼顿 韩国的财长表示 如有必要将会采取措施提振韩元 菲律宾的央行行长本周暗示 官员在英美元对57的水平捍卫皮索 日本也是出来讲话 说这个日元这样贬值不行 可以看到美元近期这一波的强势 让各国的货币贬值 已经大家都受不了了 要开始反击了 那么现在反击的话 有什么方法 你各国的货币贬值 对于本国的经济是有伤害的 必然而然要去救自家的一个货币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去加息的话 能不能加盈这个美国 加不盈量 你已经晚了一步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元高息 以加息又跟不上 美元就会不断的抽水 让各国的外资出逃 那么这种情况下 外资出逃 靠谁去弥补 只能靠各国的央行 自己去购买本国货币 去补充外币 这种情况怎么办 那就只有抛售美债去套现 所以美债收益率不断的上涨 也是美元强势带来的一个后果 可以看到现在是陷入到一个死循环当中 这个美元或者美债收益率 短期之内应该还不会很明确的一个下跌 美联储应该很希望看到美元的强势 所以目前而言 美联储想要松口偏樱的这个态度 短期之内应该是不会改变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基本面 可以看到今天基本面 大家可以关注市场为主了 因为真正影响市场的一个信号 或者是新闻 目前都已经是潜水了 更多的是直接在金融市场里面博弈 那么这种博弈我们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还没有关注我们益政经营朋友 点点关注 关注益政经营黄金白云要投资 不迷路 下面进行技术分析 我们用K线法则交易系统 继续给大家去做一个解盘 想要加我们会员朋友 欢迎大家和我们联系 国庆期间我们的会员 是正常给予死盘的一个指导和交易策略 首先会是原油 原油在四小图里面 根据我们的法则 理论上会涨到95.18和96.12 这个价格区间 也就是说再冲的话 很可能会涨到96 但是我们还是那个观点 我们认为这个原油 冲100的概率不高 因为冲100的话 对全球的经济而言是一次灾难 所以这个原油想冲100 目前看不到 如果说你非要去做空单 想要大肆的去布局 我们建议在100附近会好一点 那么96的是当天 或者是这两天的一个高点 那么这个原油现在怎么去做呢 下方最强支撑是在92.71 而今天晚上18点 就是6点钟过后 如果说四小图的收盘价格 是低于93.6 或者93.65 那么就表示这个原油 还要回调 那么回调到这个92.7 附近你就可以去买涨 毕竟这个是一个突破点 突破点的短期之内 很难再回去 所以这个原油很有可能 会在这个位置做一个震荡 然后最终结果是一个上涨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原油 这个位置是一个高位呢 我们看一下周线图 在周线图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一波什么 很明确的纯多头行情 比如说周线级别的强度非常的高 还没有出现这种强势 或者说很明显这种空头信号 所以这个原油 我们不排除它会有回调 但是你说真的反转性的大跌了 还不太可能 低息依然是当下的一个核心的主流 所以今晚上大家可以重点关注 92.7这个位置附近 我们看一下原油的收纹图 在收纹图里面的这个原油 当前比较关键的一个法则支撑点 是在93.1这个价格 今晚上这个原油 我们看它很可能会跌穿这个93 所以会在93和92.70之间 形成一个就是破位 破位以后再收一根阳线 这种情况之下你再去买涨 如果说破了93以后 它不收阳线 一直阴线阴线这样暗暗的跌下去 对吧 理论上会跌到什么位置 有可能会跌到91.7和91.38 这个价格区间 也是昨天晚上这个启动的行情 很可能会被收回去 所以今晚上的原油交易就很简单了 你注意一下这一波的下跌 然后等它跌穿93.1以后 在这个神物图里面收出一根长下银 或者说很明显这种阳线的时候 你再去买涨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需要一根阳线的确认 这个位置的支撑区间是有效的 一旦确认它是有效的 你再去进场问题就不大 所以今晚上这个原油 不要轻易在阴线的情况之下去做多 最好在阳线的情况下 并且在关键支撑位阳线的情况下 你再去做多 否则这个阴线一直排列下去的话 就注意一下91.75和91.38这个位置 你可以挂一个做多 这个位置到的话 大胆做多是没问题的 现在我们看一下黄金 黄金在设复图里面 今天的多空分界是在1878.5这个价格 所以如果说你想看涨这个黄金 或者说看它这一波跌不下去了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反弹 你可以注意一下1878.5有效破位以后 再回调买涨会好一点 就目前去看还要往下跌 根据法则理论上会跌到1861和1856 这个价格区间 在生物图里面其实很明显能够看到 这个黄金是走一个三角形的整理 所以其实它也在选择方向 这个黄金当下一个情况 如果说它往上选了 往上选突破这个平台 对吧 很明显就是一个三重底 然后再回调买涨就可以了 如果说往下破位 就是三角形选择往下 那回抽了你再去做空也可以 那如果说想挂单的朋友 因为今天也在路上 那你就可以挂一个在1860和1856之间 挂一个做多 拨一把 对吧 它真的跌下去了 再次会抄顶 我们认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下面是这个美元 美元呢 今天晚上在食物图里面 根据我们的法则 理论上会跌到106.2 106.27这个价格 特别是106.2这个价格呢 不能破 一旦破位 就表示这一波的上涨呢 法则加强 空头加强 那么这个时候呢 后续啊 这些高点就很难再破掉了 这个美元就会震荡 整理整理 最终结果就会形成一个头部 这是一个美元 想要抄底的朋友 可以关注106.2附近呢 去做一个抄底 在食物图里面呢 这个美元其实已经摸到了 我们这一波上涨法则的核心阻力位 也是最大的阻力位 所以有这一波回调啊 我们认为是没有问题 但是回调的时候呢 下方的支撑是在106.2附近 以及106这个区间啊 所以你要做多啊 看这个美元反弹啊 就看这个区间 这种反弹 这种概率会高一点 最后我们看这个白银啊 白银呢 其实很明显啊 在当下这个平台呢 它有前方的低点 你看一 二 三 对吧 四 几个低点呢 都是迎来一波的反弹 所以白银在当下这个位置呢 其实就有很强的一个支撑 有很强这个市场的认可度 因此这个白银呢 在当下这个位置啊 你可以注意一下 做一个布局 那我们比较建议什么呢 就到22附近呢 你在重点买涨会好一点 毕竟啊 现在的美元比较强势 对白银会形成一定的压力 而现在美债收益率反弹 这个事实 或者这个趋势呢 短期之内应该也不会怎么去改变 所以这个白银呢 你可以去考虑做多啊 但是要在22这个价格附近 再去做会好一点 那么短线上呢 我们不太建议去做这个白银啊 好 以上就是K线法则带来的解盘信息 好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啊 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沟通交流 我们下一期再见